6月6日,美国白宫发布了有关本土清洁能源发展的措施。 生命中,拜登授权使用国防生产法加速国内清洁能源技术的生产。 范围有5个技术方面,包括太阳能、电池板部件、建筑保温系统、热泵、制造和使用清洁发电燃料的设备、关键的电网技术设施。 拜登还指示开发两种创新工具来加速本土太阳能的发电能力。 而声明中最重磅的是白宫官宣将对从柬埔寨、马兰西亚、泰国和越南采购的太阳能组件给予24个月的关税豁免。 此举将确保美国能够获得充足的太阳能组件供应,同时扩大国内相关产品的制造规模。 另外,美国还将允许在公共土地上部署更多清洁能源项目,并向城市和农村地区推广,将通过高薪工作支持太阳能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, 为盟国建立有弹性的清洁能源制造供应链。 另外,还在波多里各投资推进数十个太阳能项目。 据福克斯新闻网6月5日的报道,美国费城当地时间4日晚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,造成至少3人死亡,10多人受伤。 截至案发的两天内,费城已累计发生10起枪击事件,导致至少4人死亡,20多人受伤。 死者还包括一名孕妇。 费城警方表示,4日发生的枪击案现场出现多名枪手,其中一人还向人群开枪。 警方赶到现场后,开枪击中一名枪手的手臂。 目前,警方仍在对凶手展开搜捕,已寻获两支作案手枪。 另一方面,因近期全美大规模枪击案不断,纽约州长霍楚6月6日签署十项控枪法案, 包括禁止21岁以下民众购买半自动步枪,禁售防弹衣。 新法还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出台政策应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言论。 霍楚对在全美枪击案中罹难的民众表示哀悼。 他还表示,枪击案不停发生,枪声不断,美国也不断降半起,却什么也没有改变。 但纽约除外,必须更严格的控枪。 据ABC76月6日的报道,研究人员提醒人们注意,在疫情期间,与助眠退黑素有关的儿童中毒案例有所上升。 2021年,美国读物控制中心接到了5.2万多个电话,投诉儿童摄入了数量令人担忧的膳食补充剂,比大约10年前增加了6倍。 大多数这样的电话都是关于小孩子不小心误食退黑素,其中一些是以儿童软糖的形式出现的。 退黑素是一种帮助控制身体睡眠周期的激素。 密歇根儿童医院的急诊医生表示,父母可能会认为退黑素相当于维生素,并把它放在床头柜上。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可能造成伤害的药物,应该放在药柜里。 上周五,洛杉矶县议会通过了一项措施,禁止使用大多数家用和商用燃气设备,以减少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,并希望到2045年实现碳中和。 这一行动呼吁可能会对洛杉矶餐饮业产生影响,尤其是亚洲餐厅。 多数亚裔餐厅的烹饪精髓主要依赖于天然气驱动的工业炒锅、烤架和烤箱。 餐馆现在必须花钱把燃气设备换成电力设施,以达到碳中和。 包括旧金山、圣巴巴拉和萨克勒曼托在内的50多个加州城镇和县,已经批准了不使用天然气或符合电气化建筑要求的规定。 虽然餐馆的天然气成本可能会完全消失,但电力成本将会上升,而厨师们可能被迫接受新的烹饪方法。 当地时间6月6日晚间,英国下一院保守党议员针对该党党首,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进行不信任投票。 最终,359名保守党议员中有148人投票希望约翰逊下台,为达到通过不信任动议所需要的180票。 看看这个绿子的资金过程就会放回来,为达到370票以后,需要约翰逊进行不信任地高峰。